哪有成年人不过儿童节的呀 为了过一个最新款的儿童节 我甚至还专门进了个 10后的聊天室 你学习学习 我应该先换个简灵简的头像是吧 40 30 20 13 13 然后我发现我就算进去了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扩列是什么 什么东西里边 CPDD又是什么 成品滴滴 投票多多 那像这样的缩写谁不会呀 MMD 然后我就叫了一个群里面说要扩列的弟弟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问我 有人卖广 一班我全认识 二班我认识一半 四班有几个我之前的同学 小 然后那个弟弟还向我派情帖说他今天结婚 我说哦是什么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吗 进去你看他们真的在结婚 在那个小小的群里面 有新郎有新娘 主持人 证婚人 还给我改了个名字叫花童 不是 我还在这里过六一 你们给我表演结婚 那个群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花童 叫我贴窗花 我说哦我是贴在自己的窗户上吗 他说 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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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叫我放死泡 我就 棒 啵 棒 啵 棒 新娘开始谢谢大家了 主持人开始让新郎扳心下跪了 Baby 宠字好了 谁记得 你的超级会员情侣红转情侣黄转 豪华版蓝转 我全 哦 我每天都会去你的留言板踩一踩 留下我爱你的证明 我想着调节气氛吗 在中途放那个礼炮 谁知道那个新郎会生气呀 华同你破坏了我们的流程道歉 散 我说对不起 他说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整场仪式过后 我去小窗的这位新郎弟弟 我问他呢 你们今天六一怎么过呀 他叫我别搞这些虚的给他随萝卜 萝卜又是什么呀 姐姐